发现一般现在就说宽和言 咱们杨博士 你妈妈是成都人 成都诸葛武侯词 有一个著名的对联 咱们请文学博士跟我们解一解 交点知识 百家讲坛 他这个联 是实验以前一个幕僚 劝主人的 叫做能工薪则反侧自销 从古知识兵非号战 不审视及宽言皆悟 后来之属要深思 但实际上是借着诸葛武侯的事迹 然后来劝劝后人 就是说你要不审视 夺视的话 不管是宽还是言 都有差错 所以杨博士给人改写 说能工薪则反侧自销 从古教子非号战 不审视及宽言皆悟 后来养儿要深思 你啥意思呢 因为我也是很感慨 我自己小孩也很小 然后我也看周围的父母的情况 最近关于中国 中国式父母 有些虎妈 羊爸的讨论 都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也在老想这个问题 事实上现在我就觉得说 从上一句来说 现在很多家庭里面 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就跟交战双方一样 就完全是 是一个供养和被供养的关系 但供养之余 它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交流 互相根本不理解 所以说公兴这个点根本没做上 就是说如何去理解子女 或者子女如何理解父母 这完全是隔膜的 你看这个事情里面很明显 互相之间的理解都非常的薄弱 我觉得你看现在 就是好像你就觉得 上次我是看冯小刚 他是不是在微博 还是在哪 他可能也是说笑话 可能理解有误 他那意思就是说 他跟徐帆教育女儿 我们俩态度坚然不同 徐帆就是那种 他怎么不上学 怎么不做作业 将来怎么办 但是你说冯小刚 对女儿 他说女儿不想上学 咱就不上了 对吧 他说我们小时候 受过教育制度的苦 反正爸爸能供养你 他有钱 爸爸就养我这女儿 养一辈子 你渴着劲活 我现在也真的有时候 有这么一种假想 如果是充分自由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像我这老爹 有无限的财富 我足够供你快乐一生 光美你觉得这个孩子 能快乐一生吗 那肯定是不行 绝对不行 怎么讲 我觉得 就是我每次 每次讲到这小孩的话题 我都觉得特别难 因为我还没有生小孩 所以 但是我常常觉得 因为现在父母呢 对孩子的唯一要求 把书读好 但是事实上呢 我觉得生活教育 是比学校教育 来得更重要的 就是 我不知道你前一段时间 就是像新加坡的小孩子 已经十几岁了 上学没法绑鞋带 为什么 因为从小 从这么小的时候 出门都有费用 绑鞋带 到学校 老师得帮你绑鞋带 没有这种自理的能力 所以你说 那么小的留学生 你出国之后 你受到的各种打击 那你为什么不从小的时候 就让他照顾自己 学会照顾自己 你剥夺他这种能力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在害他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都说 你什么要送小孩 出国留学 就是昨天看很多论坛 讲说送小孩出国之前 一定要做一些什么 养成教育 这个那个 这种东西不是两年三年 可以教育出来的 而是从他 开始要慢慢懂事的时候 你就要给他很多很多的 充分的这样的教育 所以我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我说 不审视及宽颜接物呢 因为我觉得不是 这个教育 不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现在的父母 一般来说 就是稍微年轻点吧 他有两种这个模式 一种是说 我是怎么受教育的 我就怎么教育你 就换句话说 他直接把他 他父母怎么教他的 这个东西 就是转移到儿女身上 这是一种 还有就是 你刚才说冯小刚那种 就是说 我受了很多苦 我从小就 我爸管他爷 我这个应识教育 不害死了 我现在就放你去 就是我 我就听说美国那边 什么个性解放啊 什么那个 给小孩快乐童年啊 我就完全不管 你就自由发展你的个性 就是这样的两个思路 两种极端的思路 现在是我们的统治的教育思路 在我们国家 你像那个 同化大王 那个郑渊杰 一说起来就自豪 他说 我小时候 我儿子 甭上他那学了 爸爸给你编教材 我就就是 他小孩就说 我来教你 就是说孩子 现在也成才 做过我们嘉宾的 都算成才 是吗 那个也是个特例 那绝对是个特例 因为我觉得 你要认识到一个 社会大的环境 特别像中国 现在大的环境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因为说老实话 我们是互相不信任的 一个社会 我们是互相投毒的 一个社会 那你一个孩子 怎么样面对 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不会崩溃 就是你从小说的教育 不会崩溃 我是相信 那个蜜蜂罐头 你打开很容易坏的 你从小把他养在个真空里面 太干净了 现在经常小孩到医院去看病 医生会说 你的问题就在于 你们家太干净了 所以他一出去就生病 现在很多家庭也是这样 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要求你学习好 别的地方我都不管你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完了以后 你出去以后 他是很有个性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社会永远都是压抑个性的 或者压抑过分的个性的 我能小小的跑个题吗 其实这件事情呢 让我震惊 除了就是说 他真的是可以 我甚至于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是有预谋的 他怎么那么快 可以从一个 check in的行李里面 拿出一把水果刀 而且你回 你回家带刀 带什么呢 水余生带的 包里面会把水果刀 不能上飞机 说在拖映的 你怎么能 你回家你干嘛带刀 而且你怎么能那么快的 就从一个 打包的行李面 而且拖映的行李面 拿出一把刀 这是第一点让我震惊的 第二点让我震惊的 你这什么意思 你说这是策划的 就是很多没睡觉 所以很多联想 第二个让我比较震惊的事情 就是我不想你们 有没有看到那张图片 就是那位女士 顾女士躺在地上的时候 基本上他旁边周围是清空的 我相信是有很多人 真的在围观 而且你知道最后救他的 老外冲过去抱着他 捂着他 然后教他要怎么呼吸 教他要赶快睁开眼睛 什么什么 然后大声的咆哮 可能在咆哮诸如此类 叫救护车 叫医生 救命什么什么的 我也是很触动 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多了 在中国这种事情很多了 其实我是一直在想说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你突然 你走在机场里 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 有人倒地了 这个时候 我觉得人不会想到英雄人物 也不会做理性判断 这个时候实际上 决定你做什么的 是你的直观反应 而这个直观反应 实际上是你从小 形成的一个条件反射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我走在那个地方 突然发生这么个事情 由于我没有看到前因后果 因为我不会关注那顿母子 那么这个时候 我当时就问自己 我能不能够冲上去救这个母亲 我很怀疑这一点 我的直观反应恐怕是很怀疑 我会打电话报警 或者我打电话 但是我很难冲上去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是说了中国人的实话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就骂 说为什么救人 他是老外 是吧 好像怎么中国人没有 但是也有人说 你就像前两年出的那个新闻 你知道在某个地方 一个老太太 皮哈基摔地下 摔舌腿 你知道后来 还不是南京 南京那个事出了以后 你知道吗 好 摔舌腿了 你知道当时这个情况 像是明明是在街上 但是感觉大家围观的人的反应 像是在对一个溺水的人 为什么 就是有人想上去 旁边人说 你别上去 他说是你推的 然后有人拿猪肝 就不敢上手 就是一群人也想救这个老太太 但是心里就顾忌 这就是你讲的 现在谁信谁 你现在知不知道 现在很多老人上街会带个牌子 上面写着我叫什么 我住哪里 特别还要接句说 放心我绝不讹诈你 就如果我摔倒 请通知我家人 你知道吗 也要写这么一句话 将来咱们出门都得有个牌子 我不是骗子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至尊新坐标 全新天籁公爵 革新登场 东风日产天籁公爵 欧派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我选欧派 有家有爱有欧派 我刚才听广美这么说 我觉得这是挺可怕 这是应了那句话 子女是债 无债不来 这关系就像是讨债鬼 对 对吧 那是就假如说这种揣测 这个瞎猜 有点谱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次回来跟母亲就是讲述的 对吧 变成这么一种关系 你得给我钱 你不给我钱 我包里有刀呢 你说 因为根据这母子呢 跟警方的说辞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母亲其实是含心如苦 因为父亲远在美国 母亲是含心如苦的 在照顾这个孩子 一个月七千块的工资 但是当警方问这个孩子说 你们家家境怎么样的时候 他竟然跟警方说 我们家家境不错的 所以可能小朋友 小孩心里面都觉得说 我相信我们家是有钱 只是可能是不是家里人不愿意给我 所以可能 很多人会说即使是这样 你也没有理由掏出刀来 对吧 所以我始终在 从要求心那个事情开始 我就在一直在想说 其实还是在于说 一个人的观念 就那个时候有人提出说 要求心的观念有问题 现在这样以示意人讲 就是说到底谁是我 一个人的我是就我自己呢 还是说包括我的家人 我的家族 或者我的同胞 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就想到说 你看那个时候 中日战争的时候 也有很多日本人 在家乡是温毛尔雅的 到了中国就变成杀人魔鬼 那么在纳粹德国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在家里 是很有雅的声势 一边他瓦格拉 一边听歌剧那种 但他一旦面对 尤其他人的时候 他就能够丧尽天良 所以这实际上是 一旦你把你的对手 对方看成一个 非人的物体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 你完全会违背 你说的这个现在就是有 是不是跟电脑游戏 还是这个时代什么有关的 容易人把人看成非人化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缺少 就是缺少对他人难处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这样 就他人的这种难处 心理尴尬 好像缺乏这种感受 还是不愿意去感受 而且像你说的 你比如两代人之间隔阂 我从一个事情上 我就有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父母比较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年轻人 不耐烦等父母 比如说 他就说 这个社会变化了 你不懂 他反应快 父母比如说 为什么你不在家吃这顿饭 他说 我还得花时间跟你讲 我就应酬 我去什么 我干脆不理你了 慢慢的 你看这是 一个反应慢和一个反应快 我甚至觉得 像发明Facebook的那个人 他们介绍那个人说话的 就是很有特点跟计算机一样 就说得非常快 对于那种跟不上的人 他表现出一种瞧不起 就不理你 你们记不记得 耀家欣那个事情 他有个师妹叫李盈 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光骂 这个耀家欣 你们不想想那个人有多无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当时一看那句话 我就马上想起 那种变得一句 你说什么 我将认识 你